我們已經是一個高失業的社會 這個 effort 或者是跟中國再一次快速的拉近雙方的經濟關係 其實會讓我們的失業的壓力更擴大 而且對於很多不僅是中領失業 我們現在看到的年輕組型的失業 其實是一個正在繼續運化中的狀態 所以這個問題很簡單 就是失業 失業 失業 這個是問題的最大的核心 一份工作對每個人來講 其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它代表的是一個社會對你的肯定 對你的人生是不是有價值的一種最激烈的評量 如果說沒有工作 這對人生來講是一個最大的打擊的所在 我自己曾經在80年代在英國念書 那也是英國的經濟最困難的時候 那時候的失業跟英國的社會所湧造的那種低欺壓跟低迷的氣氛 我沒有想到說在今天我們台灣 在二十幾年以後 我們今天作為在業黨的主席 再次的去感受到這種失業所帶來的社會的恐慌 我們真的要 我們的這個政府 要好好去思考 他們現在是 我們的政府現在 在政府工作的人都是有工作的人 他們或許沒有辦法去體驗到說 一份工作對我們社會底層的這一些人 甚至不是社會底層 甚至我們社會的忠誠人 都有發生我的下一個工作在哪裡的問題 或者是我現在這個工作 還可以維持多久的問題 這是一個大家共同心裡在問自己的問題 但是如果政府沒有辦法提供我們這個問題 政府提供這個答案 而且政府也沒有替我們去感受這種深層的恐懼的話 我們覺得這個政府是失責 那我們到現在為止沒有聽到政府說 他聽到了 他感受到了 我們聽到的都是政府的單向的文宣 告訴我們說 他不會做這個不會做那個 或者是他會帶來什麼什麼利益 那麼甚至於還恐嚇我們說 如果不欠F-R 台灣做沒有欠F-R 那麼他還說 不過這個F-R是勢在必行 而且要越快越好 那麼這種沒有進行理性的說服 也沒有提供資訊 只有單向的文宣 那麼會造成人民其實是更大的恐慌 那這種不告知 不溝通 只有用文宣來洗腦 其實對一個民主社會裡面的這種公民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羞辱 那我們也看到總統說要辯論 可是我們很蓬然沒有他的邀請 那他們說要溝通 可是我們看到的都只是單向的文宣 那這個我們對馬政府 其實從他執政到現在來講 我們這個社會對他最大的責任 跟反內朗對他最大的責任 就是不透明 黑箱作業 決策是少數人的決策 而這個少數人的決策裡面 就代表了 又有帶了他們自己的一種階級的偏見跟偏好 那麼他們的階級的偏見跟偏好 來自於很多大財團的或大企業的影響 也來自於很多決策階層的個人 他自己有帶有一部分的個人的商業 或者是經濟利益在裡面 那麼也一定程度的有這個中國的壓力在裡面 這個如果是說我們兩岸的政策的框架 是這幾個成分所構成的 那我們臺灣人民真的要覺得說 這是讓我們感到非常憂慮非常恐慌的 那麼人民上街頭 是要表達他們的恐懼 他們的恐慌 這些恐懼跟恐慌是真實的 是存在在我們社會裡面 這不是在野黨製造出來的 也不是政治人物去嚇唬人民的 這是真實的存在著一種恐懼跟憂慮 他的未來的何去何從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候發動了 一二二零在台中的遊行 主要的也是要讓我們來自最基層的 最底層的聲音 他們的憂慮可以完整的表現出來 那麼再一次的告訴馬政府 人民擔憂的是什麼 我們也要再一次的問馬政府 他們究竟知不知道人民憂慮的是什麼 人民心裡在想的是什麼 那麼人民希望兩岸的事物怎麼樣被處理 兩岸的事物應該要公平 要公開而且要透明 兩岸的事物應該要跟人民溝通 兩岸的事物應該由全民 重大的事物應該全民 大家一起來決定 台灣的民主社會最大的價值就是 我們有教育良好的公民 我們有完全思考能力的公民 他們為什麼不能在這個重大的事情上面 自己來做決定 而要由馬英九一個人 他再怎麼聰明都沒有辦法有完整的能力 替我們整個國家做這個決定 在野黨的訴求很簡單 拜託執政者能夠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人民究竟殘憂的是什麼 在野黨要求的也很卑微 也就是說這麼重大的決定 讓我們人民一起來決定好不好 我們不要馬英九一個人 或者他周邊的少數的人 能在一個暗室裡面 或者密室裡面 替我們做這些決定 我們真的很卑微的只有這兩個要求 也就是說我們這次的遊行 就是要破黑箱 要透明 要讓我們自己來做這個決定 我們的另外一個訴求 要互放 也就是說我們要工作 一個沒有工作的社會 是不能夠令人期待的 一個沒有工作的人生 也是不能令人期待的人生 一個政府負責任的社會 應該要給人民一個可以期待的 跟一個可以期待的社會 我們要求的真的不多 我們真的是很卑微的要求 一二二零 我們歡迎 我們對於馬政府出的兩岸政策 有很多憂鬱的人 大家一起走上街頭 我們把聲音放大 讓他們聽得見 也感受得到我們的焦慮 謝謝 謝謝 謝謝